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医生或者整个医疗体系 是被很多人尊重的 华人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可以当医生 当医生听起来好听 有权利 有权威 赚钱又很简单 还可以骂病人 病人被骂完了之后还要付你钱 在台湾的话 你可以当市长 当副总统 现在还可以选总统 这个社会对于健保这个产业 是充满尊重的 因为救人命的确是值得被尊重的 但是这几年 整个医疗产业 整个医疗体系开始自残 摧毁自己的信誉 摧毁自己的名声 不只是他们不想要当医生 然后跑去选总统而已 他们还开始支持一些 很愚蠢的东西 很多医生上节目说 变性是好的 不但推崇 而且还有很多医疗人员 直接去做这些变性手术 还支持帮性别错乱的小孩 做变性手术 施打变性的这些荷尔蒙制止器 或者叫青春期制止器 现在不只是医生 整个医疗体系忽略科学的证据 生理的证据 宣称 性别其实不存在 只是一个社会制度下 白人至上 宗教信仰 基督教体系下面的压迫 他们认为说 男人可以怀孕 男人也可以生小孩 就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医生还有医疗体系 就彻底的不值得被尊重了 整个医疗体系 现在对我们的社会来说 没有任何的信誉 他们不值得被尊重 他们不尊重科学 不尊重人命 只是左派强占了一堆 共产主义革命制式而已 他们的存在 基本上跟 你在台北车站前面那些 算命的什么塔罗牌的巫师 或者是你在电视上面 看到那些什么风水师 星座专家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医疗体系的名誉 还没有到谷底 他们的信誉 信用 已经死亡了 但是死亡并不是他们的终点 他们虽然不能再死一次 但是 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尸体 挖出来 把自己的信誉 再编尸 再把自己的尸体焚烧掉 这个好像就是 现在的医生的打算 今天就来讨论一个 近期美国的医疗界 讨论的现象 叫做 Fatphobia 就在说 我们的社会 恨恶 厌恶 肥胖的人 歧视 胖子 胖子有错吗 很多人因为肥胖 所以说被嘲笑 被羞辱 在抖音上面 TikTok上面 很多正义知识 在抵抗一堆 不存在的歧视 说正常的人 普通的人 常常打压胖子 只因为他们很胖 这原本只是一堆 左派的神经病 在抖音上面 耍 No need no 抗乳而已 但是 现在 有很多的医生 也加入了他们 为了名气 这些医生 放弃了他们在学校 学的生物学 跟医学 例如 这位医生 叫做 Dr. Nicole Van Greining OK 出来帮胖子说 说 胖子们 被歧视 歧视胖子 是很危险的 不是在说 肥胖很危险 给脂肪肝 高血压 糖尿病 会随着而来 而是说 我们不可以 不喜欢肥胖的人 如果我们不喜欢 肥胖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是胖子 但是 我们不喜欢 自己很胖的话 我们其实 也是在歧视胖子 我们不应该减肥 我们不应该 为了 社会看起来的健康 而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要当一个 骄傲的胖子 自豪的胖子 他说 抖音让他看到了事实 虽然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的教科书告诉他说 肥胖症是不好的 是不健康的 但是 抖音让他看到了真理 所以说 他忽略了所有 他在医学院学的东西 其实 大家 想当医生 不需要去医学院 只要像抖音 看一堆自满的胖子就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医生 我身上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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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lways known trust me that weight can be a source of shame and stigma and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stops people from going to the doctor because they want to go get help with their problems, but they don't want to be weighed they don't want to get a lecture on how they need to lose weight especially when they're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weight and people want to avoid that lecture on weight loss when they just want help with their nausea or something I think learning from all of you creators and commenters how big of a problem this is has really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quite frankly has changed my practice so I actually ask patients if it is okay to talk about weight if they don't want to be weighed at an appointment that is okay we actually are changing ou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to make it so weight isn't even printed out on their discharge paperwork if they don't want to see it because this is crazy you should be able to go to a doctor for a legitimate health concern and not have it blamed on your weight this is not okay 对 我们不该在乎体重 医生诊断一个病人是否健康 不可以跟病人的体重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应该把体重放在病例上面 现在也不能把性别放在病例上面 因为会让病人感觉到被歧视 那像我这个样子的人 是不是也不应该把身高放在病例上面 因为像我这个样子的矮子 如果看到自己的身高的事实的话 会感觉自己被这个医生歧视 名字也不应该有 因为有些人出生是一个名字 自己去改了 改成女生的名字 男生的名字之类的 也就是说 现在每一个人的病例上面 都不应该有任何资讯 就应该只要写说 这个人 或许这个样子也不行 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猫 是狗 是海豚 是马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要有病例好了 我们就全部就是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的 一堆碳水化合物 一堆水组成的一堆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东西 因为根据这个医生来说 我们是什么其实不重要 这个就是这个医生 读了七八年的医学院之后 得到的结论 大家都应该看得出来 我不是个医生 但是我很确定 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的话 如果你很容易累 如果你暴饮暴食 心脏病 高血压 高短固醇的话 很有可能跟你的体重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的饮食其实是造成 你身体上所有问题 最大的一部分 你的内脏哪里有问题 你有没有骨质疏松 你的心脏 你的身上 所有的问题 都可能跟暴食症 还有跟你的体重有关系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医学尝试 这位医生或许不了解 或者是假装不了解科学事实 他在上面说 如果他的病人不想要听 有关自己体重的事情的话 那他就不会跟他的病人说 那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牙医不跟你讨论 你蛀牙的问题 神经都露出来了 你痛个半死 他就说 你吃个普拿藤就好啦 或者是市政府的火灾防御中心 去检查一个办公室 他不跟你讨论逃生口 不跟你讨论说 哪里要放烟雾探测器 或者是灭火器 只因为你不想听而已 或者是说 你去保养你的车子的时候 因为你不想要换你的刹车皮 所以说修车的人 那个师傅就跟你说 你的车子没有事 你就继续开就好啦 的概念 他们的工作 原本就是应该要来指出来 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 但是只因为你不想听 所以他就只收你的钱 告诉你说一切都没事了 如果这个师傅跑过来跟我说 你的刹车皮该换了 我通常会认为说 又要花钱了 好烦哦 真是的 为什么事情这么多啊 但是我绝对不希望 当我明明需要换刹车皮的时候 然后只因为他知道 我是个铁公鸡 所以就跟我说 你的车子好得不得了 去高速公屋上 享受急速传说的感觉吧 因为如果我的车子 真的有问题的话 如果我真的需要换我的刹车皮的话 我还是知道会比不知道要来得好 我花钱还有花时间去解决 会比完全忽略还要好 这个逻辑可以用在医生的身上 但是现在很多的医生 他们没有医德 他们把工作当成是他们的政治文宣 我们再来继续听这位 Dr. Nicole说什么东西 是因为它是不健康的 我们 act像是这个 moral failing 这个 cardinal sin 你得到一张词 如果你是不健康 然后有一个名字 叫做健康ism 现在别人说 在我的工作上 有很多人我看到 要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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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什么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我们来帮你帮你 如果不用购买力 要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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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差 要购买力 不认差 或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是你可能会得到很多的情况下 这就会给你 到处于现在 我们来帮你 取决截力 要购买力 而是否有窃购买力 如果有渐购买力 有些情况下 有可能性ления 我们来帮你帮 áreas 我们来帮你做 如果没有出现 Any changes at all We're still there 里面那种乌医 给你喝一堆乱七八糟的毒品 来治你的病 因为可能还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虽然这个萨满教的乌医 没办法治你的病 但是他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你真的有病 你如果是个胖子的话 他应该会叫你 就注意你的体重哦 而且他应该知道 活着不健康的生活 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先进的时代 我们美国的医生的这个医学知识 跟常识 还不如一个没有读过医学院 医疗知识停留在公元三千年前的 无师无医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进步 Progress Progressive 他在上面也说到 活得不健康并不是一个道德缺失 很多时候这个是正确的一个想法 例如说你有肝硬化 关节炎 脑癌之类的东西 常常这东西不是你的错 但是绝大多数你身体的症状 身体的病痛 都是因为个人的道德败坏有关系的 我们没有道德的生活习惯 常常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身体不健康 或者是我们活着就是不健康的身体 肥胖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肥胖症最常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吃太多然后不运动 换句话说就是你会有肥胖症的话 常常是你的嘴上的贪婪 跟你身体的懒惰的关系 这不只是一个罪 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 这还是seven deadliest sin 七宗罪里面的前两个 七宗罪里面的前两名 但是肥胖不表示你应该要失去生活的目标 相反的你反而应该要知道肥胖是你的问题 你造成的错误 而且是你道德上面的缺失 当你了解这个之后 你反而会变得有能力 你有能力来改变你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让你活得更健康 更有自信 你造成了你自己的肥胖 现在你可以努力让自己不要当一个肥胖的人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非常好的消息 你可以用这个资讯来掌握你的人生 如果病人不想要承认这一点 就表示他们应该要被提醒 应该要知道了解这一点 他们不是罪的奴隶 他们不是不道德的奴隶 他们是有能力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的 但是像Dr. Nicole这个样子的人 他不想要帮助他的病人 而是希望他的病人可以得到自由 从什么地方得到自由 从Healthism 健康歧视当中脱离 到一个不健康的生活的当中得到自由 现在上网去查Healthism 你还找不到中文的翻译 因为左派一天到晚就发明一堆新的字 Healthism是一个最新的英文单词之一 左派每个都是天才 每个都是苍结 他们在上面创造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字 但是其实还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字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能透过经验来假设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Racism的意思就是种族歧视 就是你讨厌某个人只因为他的种族的关系 Sexism 性别歧视 就是因为你讨厌某个人 因为他的性别的关系 那根据这个逻辑的话 Healthism的解释应该就是 因为某个人活得很健康 所以你讨厌健康的人 不是吗 这样子的逻辑 其实并没有错 因为这些不愿意接受健康的人生 选择肥胖的人 通常都很讨厌注意自己的健康 选择减肥的人 所以Healthism应该是歧视健康的人才对 对不对呢 他们是Healthist 还是Healthphobia 因为用逻辑解释的话 歧视健康的人才是正确的解释才对 就表示说这绝对不是他们的意思 因为他们没有逻辑 他们没有尝试 所以说我就上网去找了 Healthism是什么意思 带我来到了这个网站叫做 WithinHealth.com 上面有一篇文章 是关于这个三分钟之前才创造出来的字 文章上面写的解释是 Healthism指的是一种态度跟相信 健康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追求 而且是个个人责任 个人有义务要来掌控自己的健康 这些支持这样子的思想 认为健康常常会跟瘦 或者是纤细的身材有冲突 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层面的美德 那我在这边先说一下 ok 追求健康就是一个道德层面的美德 或许不是一个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应该追求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你的人生继续的话 如果你的人生想要追求任何其他东西的话 你的人生有任何其他目标的话 追求健康就是必要的 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也应该是前三名或前五名才对 这应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情 特别是在医疗产业医疗体系里面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我现在却在为了这个这么基本的东西 尝试做一个快要20分钟的影片来讨论这么愚蠢的东西 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问题就是健康主义不承认 健康不是一个人可以控制的 而是有更大的问题 包括遗传社会文化以及环保而导致不健康的生活 例如像说 基因 贫穷 暴力 残害 文化 饮食文化 环境 各式各样社会上面的歧视 例如ableism 反残极主义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变性歧视 同性歧视跟肥胖歧视 他上面就讲说 健康主义是一个无耻的 而且有偏见的 特定伤害某些人群的 而且会孤立化某些特别的人 肥胖这个词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些体重过重的人 肥胖的人常常因为他们的体重而被很多不同的人歧视以及孤立 例如在学校还有工作场合 医疗体系内 甚至到家庭里被家人 朋友 医疗人员 老师 教练以及他的同事贬低 肥胖的人常常被贴上没有道德 没有责任感 没有毅力 懒惰 懦弱 没有动力 没有纪律 以及没有智慧 健康主义不只是伤害人群当中的某些人 而且还是那些歧视残疾人士 种族歧视 变性歧视 阶级歧视的人 维持权力的方法 所以说 这边其实并没有差很多 所有的ism 所有他们发明的这些主义 其实都跟他们之前发明的主义是有连结的 所有的主义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歧视其他人的意思 这个就是现代的社会在进步的运作模式 但是不管他们发明多少的字 OK? Fatphobia 还是 Healthism 都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就是 健康很重要 有健康的身体是一件好事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活得不健康很不好 这位Dr. Nicole知道这一点 他了解这一点 而且他实践了这一点 你在那个影片里面可以看出来 他本人看起来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他有在注意他自己的健康 有在注意他自己的身体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要摧毁你自己的身体的话 他会在你的身边 站在你的旁边 拿着拉拉队的这个彩球 帮你加油 摧毁自己的身体吧 因为Dr. Nicole希望你是一个 又胖又丑又一生病的人 他们不希望你成功 不希望你刚强 他们希望你有一个很短 很无趣 很没有意义的人生 快乐 健康 人生的满足 满意 你们生的意义 家庭 这些东西是他们要的 OK Dr. Nicole他们这些也要的 OK 他们是贵族才值得拥有的 你的人生不值得 你应该要为了他们的革命思想 去失去生命 失去快乐 失去健康 这个是真正的邪恶 真正的无耻 真正的下三滥 那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我们AI News不讲一些 大家都喜欢听的 喜欢讨论的 我们一个YouTube频道 好啦 追着川普跑就好啦 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刚强 大家都可以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 但是在世界上很多的人 是不希望这个样子的 很多的人是跟这个Dr. Nicole一样 包括很多的教会 很多教会为了人数 为了奉献 从来不敢做一些挑战 教友的道德观的事情 教友如果犯罪了 教友如果软弱了 但是教会本身 他们愿意支持这些走线 或者是非法移民 他们用AI的名义 从来不敢讨论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现况 不敢触碰教育 不敢触碰同婚 不敢触碰变性人 什么都不敢讨论 的确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美国人不应该为了 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吵翻天 因为这样子吵翻天的话 我们就中了我们政府的计谋 但是教会内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教会如果不讨论这些东西的话 教会如果说这些是政治 我们不要讨论 我们只要服从在上掌权者就好了 我们只要爱 只要祷告 什么都不用做的话 其实教会在做的事情 就跟今天讨论的这个 Dr. Nicole一样 他是在告诉他的教友 神的救赎没什么 你们不需要 教友要毁掉自己的人生的话 这间教会会在你的身边 站在你的旁边 拿着拉拉队的彩球 帮你加油 毁掉你自己的人生 教会希望你是一个没有道德 没有真理 没有救赎 只要继续十一奉献 只要继续不知道为什么的东西 无知的祷告就好的基督徒 这个是同样的邪恶 同样的无耻 同样的下三滥 这些人都是在让人跌倒 而且必须会接受神的审判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est 不磨stadt 你们基本上